今天在中国已是7月7日 也是全面抗战开始的日子 在此神圣的日子 我们纪念 缅怀这群不畏生死 至今却仍被共产党污蔑的中国人 在那军力完全不对等的战争里 我们的先贤与长辈们 把生命奉献给了国家 让全世界真正认识到 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大陆在共产党统治下已经70余年 我们这群晚辈如今应该明白 共产党完全不承认 我们的前辈为国家民族所做的奉献 即便大陆拍摄了如《八百》 《捍卫者》等抗战电影 但共产党仍为了维护专政 不惜以各种方法扭曲历史 误导观众 不仅毫无诚意 更可畏口密附件 完全是统战的两面手法 我们的前辈是最伟大的一代中国人 惊人只知 那牺牲在战场上的年轻生命 有多么伟大 又可曾想到 那每个生命的背后 都是一个个坚毅而悲伤的家庭 今天我们不仅应该好好纪念这个日子 中国抗战中所有英烈的荣誉与 民族气节 有待我们这一辈想尽办法为他们平反 就算是活下来的老兵 他们在经历共产党无尽的摧残之后 当他们被问及 如果时光倒流 是否仍会义无反顾地 做出同样的选择时 答案永远是一致的 甚至有些老兵在归队前的最后愿望 竟然只是要一面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企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必须永远记得 唯有推翻共产党 光复大陆 重建民国 才能让这群真正伟大的中国人 得到应有的荣耀与待遇 希望我们这一群后辈 从你我的灵魂深处 找回我们民族反抗侵略 推翻暴政的民族精神 共同卫曲竹马列 恢复中华而努力奋斗 如此才能对得起 我们生命所传承的真正意义